在大欧网站上最近有一首歌 讨论得非常热烈 不是周杰伦 也不是蔡依林的歌 这首歌叫做《忐忑》 网友形容 这首歌你听一万遍都学不会 不过天后王妃也说 这激起她的翻唱欲 说到这里应该迫不及待的 想听听看了 我们就带您到北京 让原唱龚琳娜唱给你听 这首忐忑好难 大陆网友封为第一神曲 因此爆红的龚琳娜本人清唱 最难的这一段 唱起来还是脸不红气不喘 龚琳娜的夸张表情 强调戏剧性 就连王妃都说这首歌 强烈激起她的翻唱欲 其实没有歌词的忐忑 是龚琳娜的德国老公 写给她当成练习曲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龚琳娜 取的是中国名歌 在大陆这边也形成了 这种千人一声的模式和套路 我就是这个套路里出来的人 可是我真的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越来越丢掉自己 所以从八年前开始 我开始研究传统的唱法 比如说我去福建彩缝歌仔戏 就是用这个地方 突破性的演艺方式 有人欣赏 也有保守派攻击 但是龚琳娜就是要不断创新 走一条自己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北京报道